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不开灯 里面的光线也非常不错 最了解 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位波兰艺术家 早在很久之前 他便规划好了这样一座充满艺术感的房子 终于在得到当地政府批准后 他开始着手设计了起来 从绘制图纸到房子支架的焊接工作 都是他独自完成的 经过接近一年的时间 这座房子终于建了起来 面对这样一座房子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此这座房子自建成后 也成了华沙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景点 很多路人有时候都忍不住喝饮留念 房子主人也经常会邀请一些人进去做客 小伙伴们 你们有兴趣建这样一座房子住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